好 所以请教一下朗东 那看起来国民党好像又要拉回2024蓝白河的主导权 你看那个时候不是侯柯佩的话没有赵绍康 就不会有赵绍康嘛 现在要说如果民众党愿意合作的话就没有江启臣 韩国瑜现在喊话说侯友宜跟柯文哲加起来有800多万的选民 现在要校正回归 那难道是在立法院校正回归吗 那国民党现在走的是什么样的姿态呢 韩国瑜他这一招是很聪明 因为他知道是说他找江启臣 江启臣过去中央幕僚政兆新 现在是卢秀燕的一个副市长 所以等于是韩国瑜透过这样一条线 跟卢秀燕形成了一个合作 卢秀燕这是台中选得不错 拿到六席一个立委 加上说韩国瑜他原本就很有好的一些云林邦 云林张瞎这几席立委跟部分区加下去 在立院里面已经超过十席了 等于就是说跟战斗兰之间的话 地位开始产生平行的一个状况 因为韩国瑜他其实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所有事情就要听战斗兰教主赵少康的话 所以他必须要拱住说 整个接下来未来的共主 有机会选总统的这个卢秀燕 以及会选市长的这个江启臣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办法 就是往未来四道越来越强的江卢 这样的一个体系下面去走 那对江启臣来讲 他如果接了副院长 所以他要去选市长 当然是有帮助 然后每一个选区 要去到处去关心他的建设等等的 都非常有正当性 而且在协调上面的话 可以有一些政绩可以去秀 所以这对江启臣来讲 当然也是好事 因此他这个牌的话 可以算是相当一个聪明 他其实主要的就是要平衡 赵少康在立院里面的影响力 第二个事情是说 他也知道说 如果民众长真的要合作 例如说派黄国昌出来 韩昌佩 韩国瑜跟江启臣都不会反对 江启臣就退下来 换黄国昌上去 可是民众长其实就是想要 借由这个讨论过程去秤身量 国民党都吃过一次亏 但是国民党现在愿意让他秤身量 他也说如果民众长愿意来谈的话 江启臣是可以退的 但你刚刚那张图是说 两边都有好处 其实两边应该都蛮想当正负的 是没错 但是其实就是国民党来讲 现在已经几乎快不败之举 因为民众长很有可能是 最后他自齐人选 他的蓝绿都不合作 因为席次上面的话蓝多于绿 所以最后投下去的结果 就会是韩国瑜当选 等于是说民众长按住 这个韩国瑜去当立法院长 却不用承担韩国瑜当院长 所导致的后续的政治责任 这个就是民众长的一个盘算 他就是按地去帮你 他借由定期人选的方式去做 但是如果民众长他铁心 我也要参议咖 我也要当副院长 那黄国昌他自己是先表态 说他不想当副院长 他想进财政委员会 然后他讲他自己再多厉害干嘛 我看他直播 就这样想就不理他 但是黄国昌真正的一个目的是说 其实民进党是有机会跟黄珊珊去谈 可以谈谈看的 在四天之前 柯总召是有说可以对话 只是因为黄国昌 他也不想要黄珊珊去当副院长 所以说他就主动丢出了那四个诉求 这四个改革诉求就属于说 方向是没有问题 可是没有方案 也就是具体要怎么执行 根本就没有讲 所以说这个是借由一个 表面上好像提一个改革 事实上是希望你坐下来 慢慢谈谈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蹭绿营 蹭蓝营 去增加他的声量 所以现在蓝营都蓝绿 现在是看穿了民众党的计谋之后 就把事情简单化了 就是说你民众党 你不想当富人 就拉倒 大家各自回去投票 那对绿的来讲 如果韩国昌当院长 当然是会有一些影响 可是如果韩国昌院长当得不好 没有上班 迟到 宿罪等等的 还有将提成 对 那当然是对于 韩国昌整体的形象 是会有负面的影响 而且最惨的状况 其实不是韩国昌当院长 而是绿营深陷在 跟白营的一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东蹭蹭蹭 又被放话 又被录音 然后又被拿下来吵 每人都去开会 然后就被你拍照片 卸手给媒体 然后说你在密会在干嘛 这过程 这所谓的这个过程 才是民众党真的想要的 他想要把这事情戏剧化 像蓝白河一样的戏剧化 去增加 他的整体媒体上曝光度 所以蓝绿已经看穿了 这个白营的想法 就尽量这些事情 回归理性的去处理 就不要再让白营去蹭了 好 当然请到瑞德哥 因为怎么感觉都很像是蓝白河 这个后续河不成功 继续找战犯的感觉呢 因为现在这个 国民党现在等于是 又把这个人手人选 要不要合作人选 丢给了民众党嘛 说韩江沛如果没有成定局的话 还是保留一个 跟民众党合作的空间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又要提这样合作的空间呢 因为黄国昌呢 那么终于有机会 再任一任的这个立委啊 结果八个这个 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呢 排排站本来以为说 他要宣布到底要跟蓝和 还是要跟那个绿和嘛 没想到黄国昌说 意思就是我最大 我是老大 我比立法院院长 跟总统加起来都大 为什么他特别讲嘛 未来要定期 这个找总统来报告 他讲的嘛 那理由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 因为这是柯文哲 跟他民众党的主张嘛 你民众党的主张 跟你柯文哲的主张 又不是宪法的规定 对不对 事实上立法院可以邀请 总统来做国情之文的报告 可问题是 没有规定定期 就必须来跟你报告啊 你是什么东西 我想坦白 不过一个立法委员嘛 他以为自己夹天子 以令诸侯 关键少数 关键八席 蓝绿多 我跟你讲 有人说啊 他绑架了 民进党的五十一席 跟国民党的五十二加二 错 他把他们一百多席 都绑架了 他们误以为 自己这八席 是最关键的 那你知道 关键少数 等于什么意思 如果蓝绿多不理你的时候 你这关键少数 关键八席 变成可歌可泣的八席啊 我不好啊 所以啊 这个我觉得柯总章 江是老的啦 幕后而冠都跟你讲清楚了 跟你丢回去了 什么意思 你要来合作 你自己摆低姿态来跟我谈 否则民进党不跟你谈啊 为什么民进党要灵魂啊 你开什么玩笑 民进党支持者多痛 要你皇国昌啊 那么国民党我觉得也是高招 为什么呢 国民党直接由韩国瑜 去找这个江启臣 听说韩国瑜找江启臣 是另外有目的的 怎么样目的啊 因为蛮多人要征国民党的副院长啊 立法院的副院长 所以韩国瑜就找了一个 大家比较没有意见的江启臣 为什么 其他人可能蛮有意见 你知道吗 可能其他人可能 搞不好下次就想当院长啦 对不对 所以没有错 所以不好 不好掌控嘛 所以你找了一个 没有摆明了下一届 2026年 没有意外的话 就可能接卢秀燕去选 台中市长的江启臣嘛 那他也当过 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嘛 你的意思是说 这是韩国瑜自己找的咯 韩国瑜自己主义的嘛 为什么 因为最近不是一直谣传吗 传到说 哇好 不要以为是韩国瑜哦 好多人都有意见哦 有没有 之前都一直传嘛 后来当事人说 没有没有没有 那是副院长啦 不是院长 还是韩国瑜啦 但是大家对副院长很有 干脆直接新闻 韩国瑜在脸书上 一发 就江启臣 没啦 没什么好讲 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样下去了以后 那蓝白会不会合啊 对不对 万一 那个 那个 黄国瘡没脸了 因为这样子就在剑 断了你蓝 那个蓝白和的那个路了 民众党的念想 那怎么办 万一他就跟 绿营的合作怎么办 所以再加一句 什么 如果民众党想要 护院长的话 江启臣他愿意退让 我们愿意让给你的 所以换你民众党来跟我谈 你弄清楚一件事 现在都是你必须民众党 第一姿态来 求我 蓝绿都一样 所以黄国瘡这个笨蛋 你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你错了 再来是 还有你不要忘记哦 再来你要去求人家 你巴西又怎样 你巴西要过什么法案 你巴西要过哪些东西啊 你必须去求民进党 必须去求国民党啊 没有错啦 在一些这个相关的预算 还有法案 最后的审查 你可以选择 那么为要越过半数 那你可以选择跟哪一党合作 可问题是 你平常的运作 你换你得去看人家的脸色 而且有趣的是 这么一来 那最后民众党没面子啊 为什么 很可能搞到后来 两边都不跟你合作 两边不是人 最后民众党知道 自己推出自己的政府院长 对不对 有趣了 双簧大战 因为不管推的 正的院长的 那个候选人是谁 那个当副手的心里面 一定圈圈叉叉 不管他是黄珊珊 还是黄国庄都一样 两边柯文哲的恐怖平衡 正式开打 所以国民党哪有差啊 我跟你说 第一轮是这个 绝对多数啦 一定要过一半 过半数 才能够当院长 第二轮我国民党就贏了 我说特别的 所以蓝绿根本没有必要跟你合的空间嘛 所以你把自己捧得太高 人家政治不是这样算的啦 政典是一个妥协的工具 没错 你开张跟人家说 OK两边合作 有人开张跟人家说 我先开一个张张 你两边都OK 我还想到你这边还是那边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